复理分住所的巡逻员警看到两名摩托车的骑士没有戴安全帽 沿着中山路由北往南呼啸而过 在蓝田过程中就闻到了浓浓的酒气 这两个男子就坦诚说他们骑车前确实喝酒了 警方示意酒测 其中彭信男子酒精超过法定值涉嫌公共危险罪 警方是当场预逮捕 复理分住所巡逻员警见两名摩托车驾驶未戴安全帽 沿着复理乡中山路由北往南呼啸而过 在蓝田过程当中发现散发浓浓的酒气 这两名男子自知罚往南逃 坦言骑车之前有喝酒失以酒测之后 其中彭信男子的酒精超过法定值 涉嫌公共危险罪警方当场予以逮捕 在哪里喝 反正有超过15分钟 那你就出口我们来做酒测 谈话过程中发现均散发浓浓酒味 便立即对两名男子施行酒测 其中彭信男子已超过法定涉嫌公共危险罪 令攀难者依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35条 向当场告发并一致保管车辆 郁立芬局长林俊廷呼吁 酒驾酿悲剧绝对不可以驾驶器机车以及慢车 请务必要找代驾 亲友接送或者是搭乘计程车回家 君子饮酒 饮之有道 切勿害己又害人 记者高雄雄复理箱采访报道